很多人可能没办法接受说 穿着雨鞋 驾驶天穿着雨鞋 骑个三轮车 在路边做生意 我之前也没想过我会这样子 我常常想 我赚一碗十块钱 我一天营业下来 不过一两千块钱 我以前是KTV 去发小费就不止这个钱 56岁的谢武信 每天辛苦在四个点摆摊卖面线 但二十多年前的他 可是挥金如土的大老板 我面过七十四年开始做 因为我在那边待两个年两个月 整个透露下来应该赚 最起码应该三百万 吃存在应该三百万左右这样子 那时候在我做房地产 在那路的应该四万 我曾经喝到酒开车回来 隔天上班了之后 副总副总 你躺到歪歪 没有啦 倒车要哭去 因为穷 他立志要出人头地 所以意气风发时 曾带着妈妈一起进总统府 这个是我最有成就的地方 家里先生会骄傲 你儿子才厉害呢 带你去总统府 后来他收掉房仲公司 回家和兄弟一起打拼 没想到被贸易商跳票 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 只剩下上亿元的债务 我那时候人在外縣市吧 在南縣市我不信得了 把人家用这种电话打电话 就晚上被回公司了 正常知道是后来 搅我去搬东西的时候吧 晚上偷搬 一个礼拜以后 低调消沉了15年 他重新振作 做起小生意养家活扣 三年半到四点 去批货就是买蚝啊 还有大肠 还有这些香菜啦 蘸米之类的东西 七点半左右 就出台湾岛 其实我很感觉我太太 她愿意在我最 男生最潦倒的时候 都能运嫁给我 我今年55岁了 那坦白讲也没有再机会再翻身了 我就好好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现在最苦恼的地方 就是每天如何把我产品做好 能够吸引更多的客人来 我只能说以前是盲目的讲赚钱 现在的赚钱是因为赚钱 除了能满足我家里面的人的欲望 家里面的开销之外 我在工作上我跟客人的互动 我会得到快乐的满足 我们出身平衡有什么关系 只要努力可能站上正面的 正面能量都会 让你会往好的方向去做 有人讲说蹲下以后跳得要更远 我想说这次会跳得更远